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6月30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发生什么变化了 目前啊,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态势啊 只有一个利西·参斯克 目前是在双方争夺之中 有这个消息显示啊 俄军啊,可能要切断这个利西·参斯克这个唯一的一条运输公路吧 要对利西·参斯克进行合围 但是呢,乌军呢,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反击过程中 大家从这个图片啊,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褐色的是这个俄军 从目前这个态势来看啊 俄军他并不急于要拿下这个利西·参斯克 俄军的应该是更希望啊 这个南北方向把这个地方打通啊 切断这个利西·参斯克的这个往西的通道 然后把这个将近两万人的一个部队啊 七个旅啊,要全部包饺子 那目前态势就这么个态势 那这些部队啊,他有这个乌军的115旅 第四快速反应旅 国际志愿团等部队 还有从那个北顿列斯克市啊 撤退转移到利西·参斯克的 由于这个利西·参斯克啊 地形比较高 又隔着这个北顿列斯克河啊 相对来说比较有利于防守 所以说乌军啊,可能直接攻击这个利西·参斯克不太容易 所以他更希望呢,是对这个利西·参斯克进行合围 目前是这么个态势 我倒是认为啊,这个乌军啊,还得想办法突围 趁早,如果这个包围圈越来越小 实际上想撤得很困难,那现在就应该有序撤出 因为实际上撤军啊,比进攻啊,更威胁 你撤得不好就容易形成溃败 那战场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态势 我们主要看这个,这两天外交上面 一个是北约,一个是G7 G7峰会啊,已经结束了 我们把G7峰会啊,这些领导人都说了些什么 我们看一下 首先一个美国啊 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G7峰会期间表示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最先进的中远程防空系统 就是从挪威买的那个防空系统啊 援助乌克兰 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啊,一直比较强硬啊 那英国的外交大臣怎么说的呢 叫必须先打败俄罗斯 然后再谈判 英国外交大臣称 现在与普京谈判将无法带来和平 特拉斯说 我们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是绝对必要的 为了欧洲的安全,自由和民主 这是当务之急 这是我们在欧洲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有些人说 现在可能有一些谈判的可能性 而俄罗斯任在乌克兰 但我认为这会带来虚假的和平 并会导致未来进一步侵略 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 例如明斯克协议的失败 才能确保该地区的持久和平 所以我非常强烈的信息是 我们必须打败俄罗斯 然后再谈判 我感觉英国善善下下把俄罗斯看得都很清楚 对俄罗斯的真面目了如指掌 不像德国法国意大利 但是这次G7会议 德法意大利 他们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先看看法国总统 马克龙是怎么说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G7闭墨市新闻发布会上说 俄罗斯绝不能赢得乌克兰战争 G7国家将在必要时尽可能长时间的支持乌克兰 同时他还说 乌克兰是唯一可以决定是否 以及如何与俄罗斯谈判的国家 有的人把马克龙的话翻译成 我们不会允许俄赢得战争 我们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需要多久就会有多久 这个支持和制裁的强度会每周每月于时俱增 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态度 那我们再看看法国国防部长怎么表态的 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努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表示 将考虑给乌克兰提供飞鱼反舰导弹 这个飞鱼反舰导弹非常厉害 据说比美国的鱼叉还要厉害 说英国美国的战舰都惨遭其毒手 法国的这个飞鱼反舰导弹射程是200公里 它是暗机的 射程比美制鱼叉导弹要远 大家都知道 这个法国援助了乌克兰应该是18门凯撒大炮 现在这18门凯撒大炮在乌克兰战场上 这个战绩辉煌了 据说炸掉了这个俄军 100多辆装甲还有坦克 所以现在俄军就一直在宣传 说他们俘获了法国的凯撒大炮两门 现在正在这个俄国的这个兵工厂在研究 今天又说呢 在什么岛上炸毁了这个法国的凯撒大炮多少门 至少说明俄军把法国的凯撒大炮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以打掉它为荣 反过来就证明这个凯撒大炮很厉害 那么法国在援助了凯撒大炮之后 继续援助更先进的反舰导弹 这就说明了法国的态度 我们不一直说吗 不管要看他嘴上怎么说 还得看他行动 你看法国总统马克龙刚说了 绝不会让俄罗斯赢得折战战争 下面马上就援助最先进的反舰导弹 这个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 乌克兰的海湾星把这个莫斯科号巡洋舰 就是黑海舰队的旗舰送到海底了 那据说美国的这个鱼叉 也把俄罗斯海军的一艘托船送到海底 那你这个法国的飞鱼反舰导弹 你部署到这个乌克兰之后 不也得立下一些功劳吗 不得也出现成果吗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看这个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哪艘军舰运气好 那么德国呢 作为这个G7的东道主 那德国总理舒尔茨称啊 继续为普京和他的政权 提高这场战争的经济和政治成本 德国的这个榴弹炮啊 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 大家可以看视频啊 发挥他的作用了 德国啊最厉害的表态还不在乌克兰这儿 而是在立陶宛那儿 这个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啊 不说要把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有四万 增加到三十万吗 而且都部署在北约与俄罗斯交界的地方边境上 其中啊这个在立陶宛好像只有一千多人 这个立陶宛有国家很小啊 现在第一步就要把这一千人升级到旅籍 大概就是三千多人吧 而且这支部队啊 是精锐中的精锐 叫铁狼部队 德国啊支援了立陶宛很多武器 德式的 德国总理舒尔茨说啊 如有必要将由德军协助立陶宛 甚至是接管立陶宛的防务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中的都是加利林格勒 这个加利林格勒啊 是一块飞地 俄罗斯在加利林格勒上面部署了导弹 从加利林格勒可以直接打击德国的柏林 所以啊 一旦北约跟俄罗斯发生摩擦 那么德国势必要借助立陶宛 拿下这个加利林格勒 大家也知道啊 立陶宛现在是跳得越来越高 对这个俄罗斯啊 通过其领土向加利林格勒运送货物啊 是坚决制止 绝不松口 虽然名义上说是欧盟禁运的物资 但这个至少要占80%啊 普京这口气怎么忍得下啊 所以普京一定会报复 他怎么报复呢 据说啊 月底会揭晓答案 那咱们看他怎么报复 如果他要动武 那德国可能就要跟俄罗斯发生冲突 那大家有没有想到啊 这个德国法国这个绥靖主义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态度180度大转弯呢 这就是咱们以前说的 德法一罗 几个国家领导人跑到基辅去访问 他们得到了满意答案 因为他们再也不能骑墙了 不能两边摇摆 要么支持俄罗斯 要么支持乌克兰 这个战已经打到这份上了 刚才英国的这个外交大臣啊 说的非常好啊 这个欧洲团结起来 支持乌克兰 削弱俄罗斯 让俄罗斯啊 三五十年之内 或者相当长时间之内 没有再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 实际上就是把白鸡熊带熊斩给斩断 那么另外一条路就是绥靖主义 继续跟俄罗斯眉来眼去 德国且过 任由他侵略乌克兰 侵略完了之后 再侵略芬兰 再侵略波罗的海三国 总之啊 离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还远吗 以时间换空间 对吧 这就是绥靖主义嘛 尽量满足俄罗斯 那么这四个国家领导人去了基辅之后 发现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决心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而且必须要把克里米亚 把乌东地区全部要拿下 乌克兰人 以及兹伦斯基的这个决心啊 感染了这个德法易罗 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 实际上他们就是去考察的 看你乌克兰人 有战斗的决心 意志 到底怎么样 你别打一半 不打了 投降了 自己不打了 那你不把欧洲给晾在那了吗 给耍了吗 所以啊 德法易罗这四个国家领导人 到基辅访问之后 他得到了满意答案 就发现乌克兰是不会投降的 这个二毛跟大毛 性格是一样的 所以啊 德法易罗这些国家 才下定决心 抛弃俄罗斯 支持乌克兰 对吧 这就是他们态度 180度大转弯的一个标志啊 就是去基辅访问之后 如果乌克兰 这个斗志没有了 也没有这个必胜的信念 害怕俄罗斯 那么这几个国家领导人 顺势就要劝乌克兰 早点和谈 别打了 说土一点啊 就是要求乌克兰 你要打就打到彻底 要不打 咱现在就停火 都要过日子 最后他们达成一致 答案就是打到底 所以你看在G7 峰会上面表态 一个比一个强硬 不管表态强硬 手下还有动作 开始援助 连挪威都通过英国 向乌克兰运送 三辆M2-270 多广火箭炮 就是那个海马斯吧 挪威军队啊 一共只有12辆 M2-270 他要送给乌克兰三辆 但是呢 这三辆 要先送到英国去升级 改装 就是他的这个软件要升级 然后再送到乌克兰 这就是欧洲各国啊 不管大小 有钱的出钱 有武器的出武器 赞奏乌克兰 一起打这个俄罗斯 你看荷兰 他那个手架叫吕特吧 不仅给乌克兰援助大炮 还援助这个砖甲运车 已经在乌东战场上面 在使用了 荷兰是跟俄罗斯 血海深仇啊 找不到机会报啊 荷兰一个也是马航 是270还是什么 一架飞机 上面主要是荷兰人 结果飞到这个乌克兰上空 被俄罗斯 或者是清俄民兵 给他打下来了 最近这几天啊 这个国际组织 现在已经认定 这个责任是由俄罗斯来承担 你说荷兰人多恨这个俄罗斯吗 打民航客机 这就是反人类啊 俄罗斯的反驳是什么 说这个国际组织 无权审查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透露 自4月以来 已有数千名乌军 在其他国家接受培训 以便使用和操作 西方国家提供战斗机 及其他高科技武器相关培训 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不光是援助武器啊 还要人员全方位培训 直接送到他们国家 去培训 最近啊 应该有两个乌克兰的这个空军的飞行员 在美国 还是在哪电视台 做节目 就是介绍他们 抗击俄罗斯的一些事迹 然后他们在宣传 如果他们有这个F-16战斗机 那么肯定能把俄军啊 赶出乌克兰的领空 大家也知道啊 西方一般都是这样的 通过媒体先吹风啊 让这个老百姓了解一些情况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后面 实际成熟 这个条件一成熟 美国可能就要援助乌克兰 F-16战斗机了 美国已经有议员 提议 现在就把乌克兰人 搞到美国去训练 或者是在北约某些基地 训练驾驶F-1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很少有报道 舒尔茨 马克龙 跟普京之间打电话了吧 我记得前几个月啊 这个马克龙不是说 跟普京之间 每天打电话 有一个多小时啊 他们之间通话 都一百多个小时啊 没事就跟马克龙 给舒尔茨打电话 最近一个月 媒体没有报道了 为什么 这个态度变化 大家是应该要感受到的 至少舒尔茨和马克龙 他们应该知道 跟普京谈什么都没有用 普京只听得懂大炮 那现在啊 北约峰会又开始了 这个北约声明 我们已经决定 对乌克兰提供一项 加强的一揽子支持措施 这将有助于乌克兰 国防部门的现代化 今天啊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联合国案理会上发言 呼吁联合国案理会 将俄罗斯从大会中出逐出去 并撤销其在大会中的所有权利 实际上就是乌克兰要求联合国 取消俄罗斯的武偿身份 你看事情发生了 一直看我这个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视频的 这个粉丝啊 应该知道 我在这个几个月前 我就已经说了 如果乌克兰赢得了这场战争 俄罗斯真的被削弱了 那么有可能 乌克兰替代俄罗斯 成为武偿之一 取消俄罗斯的武偿地位 这是对他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惩罚 他已经不适合担任武偿之一了 没有资格 俄罗斯这个武偿 实际上是继承了苏联的这个地位 那么苏联这个地位 谁说一定要俄罗斯来继承啊 乌克兰也是可以继承的 当年二战的时候 反法西斯战争 乌克兰也是参加的 联合国的这个第一批穿建者吧 乌克兰也是之一啊 所以当俄罗斯已经不具备 这个武偿身份的时候 或者武偿资格的时候 这个武偿的这个席位 应该由乌克兰来继承 这个是有先例的 大家想一想 所以说啊 乌克兰如果这一战胜利了 成功的削弱了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一定会失去 这个武偿的席位 我们再看一个啊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北约正式邀请 瑞典和芬兰加入 北约军事集团 北约今天6月29号发表的声明中说 今天我们决定邀请芬兰和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 并同意签署加入议定书 在昨天的北约峰会上 土耳其放弃了此前一直坚持的 反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 这三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协议 土耳其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当初土耳其为什么反对啊 我在以前视频也说过了 实际上土耳其就是博弈嘛谈条件嘛 他不是真的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他是要筹码 这个筹码呀 既涉及到什么他自己跟芬兰之间的这些利益 比如什么库尔德人呢 对吧 这方面的这个态度不一致 第二个呢 主要是想让美国啊 要重视一下 好像这个这些国家对土耳其也有很多制裁呀 土耳其就拿着这个一票佛学权来谈条件 他也不是说不让瑞典和芬兰加入 总之你要满足我的条件 这就是博弈嘛 最终啊 土耳其如愿以偿 这个埃尔多安呢 还不至于傻到啊 跟俄罗斯穿一条裤子 因为没有北约的保护 土耳其迟早要挨俄罗斯收拾 没有办法 因为不是普罗斯海峡在土耳其受伤的 这个俄罗斯的脖子是让土耳其捏着的 俄罗斯能痛快的了吗 就为那个海峡打仗的打了好几百年 所以俄罗斯只要条件时机一成熟 肯定要对土耳其开战 现在跟土耳其眉来眼去的 那是因为俄罗斯现在还抽不出身来 分身无数 土耳其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啊 土耳其不给乌克兰提供这个无人机嘛 叫TB-2 据说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还不错啊 一共是给乌克兰卖了多少架 不太清楚 反正最近一次乌克兰采购是58架 结果乌克兰的民众啊 说发起捐款 一共是募集了三架的钱 给到土耳其这家 生产这个TB-2无人机的这家公司 要买三架捐给乌军 结果这家公司啊 把钱退回去了 说他们无偿捐赠给乌军三架 让这些人呢 把这个钱捐给乌克兰政府 这个对俄罗斯打击也很大呀 这就是态度啊 天平啊 已经倒向乌克兰了 至少这个以前形式上看 土耳其是站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 他老协调 双方和谈呢 现在不仅光明正大的卖无人机给乌克兰 还送 普京普达地啊 已经憋出内山了 普京的兄弟一个一个的离他而去啊 现在越来越是个孤家寡人了 连这个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 也是三心二意了开始 所以说普京这一战多么的失败啊 就从现在来看 即便他把克里米亚占了 把乌冬地区占下了 那只是多了两块地方而已 但是 芬兰结束了他77年的中立国地位 瑞典呢 也结束了他83年的这个中立国地位 纷纷加入北约 可以说是普京亲手把这两个国家推入北约的 如果他不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这两个国家是不会 也没有理由改变他中立的国策 加入北约 普京啊 他的算盘是欧洲分兰化 他给德国给意大利给法国运送器 他要融入欧洲 让整个欧洲分兰化 就是中立化嘛 实际上他这个策略还是很有成效的 至少法国德国接纳了俄罗斯的 跟俄罗斯可以说是打的火热 但是啊 就是因为2014年 俄国入侵克里米亚 给欧洲啊 德国法国这个国家 当头一棒 浇了一盆凉水 这样还不算 普京啊 在事隔八年以后 撕毁明斯克协议 悍然出兵 入侵乌克兰 这一下德国法国 欧洲这一国家彻底醒悟了 你看这个战争没打多长时间 芬兰瑞典就要求加入北约 现在成功加入北约 是不是俄罗斯叫偷击不成反噬一把米 普京可以说是叫机关算尽 最后来个晚节不保 搞得我们胡锡进老师啊 都非常气愤了 胡锡进老师今天发了个微博 说啊 土耳其与芬兰瑞典达成协议 不再阻止那两个国家加入北约 这会让俄罗斯很愤怒 也很窝火 欧洲文化不鼓励换位思考和妥协 所以仇恨将不断发酵 东亚到处是领土纠纷和海洋争议 但却和平的多 什么原因 胡锡进老师忘了 东亚为什么有争议 但是和平的多呢 是因为东亚没有俄罗斯啊 没有普京 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战打了将近四个月 已经奔第五个月了 截止目前 俄军在战场上并没有取得多少胜利 但是在外交上面 在政治上面 在经济方面 是全输啊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